今次介紹給大家是有Intracorp發展的Gardina 在一個步行5分鐘就去到Berkulam Skytrain Station 的一個 High Rise Condo 價錢最低只是由48萬起 HELLO 大家好 我是REMAX的溫哥華專業地產顧問Pensy 我今天來到Berkulam 想介紹一個全新的樓花給大家叫Gardina Berkulam 其實我之前也介紹過最新的那個介紹其實是Robinson 一個Town Homes的Development 然後這個是全新的在North Hole的西邊 意思是它不會坐著Skytrain那麼近 亦都會安靜一點 景色會開啟一點 因為少一些建築項目 我可以首先帶大家去看看它的模特兒和它的地位 在我介紹模特兒之前 我就跟大家說一下它的地位 因為周邊有很多人 今天你看到Cell Center 它的地位是在Berkulam Station的對面 其實你要過馬路 因為它是North Hole的西邊 如果東邊就是Saveway YMCA 那這邊就是會有很多高樓大廈 然後過來這邊西邊 其實你過條馬路 可能走五分鐘就會去到這個Gardina的樓盤 就在這裡 那它其實總共是有一棟是42層377個單位的 High Rise 另外下一次賣就會是一個16層的大廈 所以現在它的地位 周邊來說現在暫時應該沒有什麼 但是因為它附近你看到 不知道看到這些暗暗的顏色 其實它已經做了一個將來的發展給你看 所以你會知道你會將來有機會看到什麼 現在最好的Phasing 應該是最Permanent 就是西邊和北邊 因為它的西邊已經有一個底層的Condo 以後將來會建立 所以這邊的景色 如果你買10樓或以上 已經看到景色 算是挺漂亮的 大家就知道它的地位 總之就是很近Gracutland SkyTrain 就是North Hole的西面 我們現在可以過去看看模特兒 過來這邊 大家可以看到模特兒 這個就是Gardina 有42層的大廈 你看到它周邊 其實旁邊做了一個透明的 這個其實是一個Rental Building 這裏也是一個矮層的Rental Building 它後面的就是一個16層 下次會發售的High Rise 現在最主要是開賣這一棟 你會看到它另外一個賣點 就是它有一個25,000呎的 外面和外面的Amenity 它首先這邊是西邊 叫Clairmont Street 它的Concierge就是一個High Ceiling 有12小時的Concierge 裡面的 後面你會看到它有些Amenity 就是有Gym 有Dining Room 有Sona 有Outdoor Indoor的Sona 在這裡 然後去到第二邊 這個是很漂亮的一個Outdoor Space 你會看到這個是一個 由三樓至到七樓 真的很高的 大家可以在這裡聊天 亦都是後面做了很多綠化 但綠化它會是用假樹去做 因為它免費 它的保持率很高 這個將來就會很漂亮的 你看到後面有一個 好像樹牆一樣 然後它再過來外面 你就會看到一個Playground 你就會看到 比起其他Condo 它不是一兩個秋千的 它有其他比小孩玩的地方 比較大一點 亦都有Outdoor Space 可以大家坐在這裡聊天 剛才說的Amenity 其實是兩棟Share去用的 這邊亦都有一個Roof Top 可以給大家享用 它還沒買 所以還沒展示 但亦都有一個很有趣的功能 就是它有In-Door 和Out-Door 的Dog Walk Area 如果你有寵物 這個就很適合你 就算下雨 你也可以大狗出街 跟其他狗玩 我們可以去這邊 給大家看一看 看完那個做出來的模特兒 其實它這邊亦都有給大家看到 它實際將來會是怎樣 這個是40樓層的大廈 對面這個就是矮層 看著藍邊的 但是它又看到 這裡將來會有一個高一點的Bloat 所以藍邊 你要可能買到30樓以上 才會有一個漂亮的感覺 如果向西邊這邊就會好一點 就會是公平一點 有些樹景 我可以給大家看看 就會是看著這邊 全部是SFU那邊 所以是很開陽和是green view 它這個好多東西 可以 zoom in 看看 它裡面的樣子 這個就是剛才說的那個 Garden 所以是很private 亦都是很漂亮的 第一個show room 我想介紹給大家 就是一個兩房的單位 它是D plan 它有839呎 它這個show room裡面 其實是入口有一點和現在不同 和floor plan 因為它有一個size的問題 所以我們可以進去看看 這裡進來的area 其實這一邊是會有一個washer dryer 但是它現在是size的問題 它便會移動到另一邊 所以它的洗手間就會轉彎 但其實真的那隻跡就不是這樣的 它進來的洗手間是一個sharing bathroom 你看到它的tile wrap 了上頂 然後有個baptop 它亦都有single sink 它的櫃都算是大的 最大可以擺東西 然後它有一塊鏡 就有一個shelving 可以讓你擺東西 就方便一些 那我們進來 這裡是一個second bedroom 其實它的ceiling height 是有8呎8樓底 它其實是有aircon 不過它的房間已經算是沒有drop ceiling 整個都是8呎8的 你就會看到 第一它放了一個double bag 然後左邊的位置 它放了side table 還有可以放一個細小張的書桌 這些都是designer item 然後這邊就有個算是幾大的窗 可以看出去 因為剛才你們看到的model 它其實是看著西北邊 是會有這些樹景的 這個織都是可以選擇到這個位置 然後對著就是一個closet 就是用sliding door的形式 這樣就比較省位一點 然後它裏面這些架 不是designer item的 是每一間房間都已經包了 這個是好的 至少你不用再浪費時間 去整個櫃 我們進來這裡就是一個廚房 這個是兩房的廚房 因為如果一房 一會兒都可以展示給大家看 那些application是24吋的 現在就是30吋 它主要是用fugamilano 和bosch的oven和stove 我們開始在雪櫃這裡 在一個30吋的fugamilano的雪櫃 然後你會有個五口的gasso 其實是和Maywood on the park 真的很像 之前我也有拍過一個 Junior one bedroom的樓盤 這個就用single sink 然後上面這些櫃全部都是soft clothes 另外一個好處就是它這個island 每一個unit都有包一個island 然後它有storage 有微波爐 這個island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它通洞的 所以你可以當這是一個食飯桌 因為它的位置 食飯桌已經不是有一個additional位置 所以吃飯應該在這裡 起碼你可以坐四個人 然後另外一個好處 這裡也有storage 即是沒有浪費了一些位置 你可以利用這個空間去擺東西 我們過來這邊 就會見到一個living room Living room 它現在放了一個L-shape的梳化 那個size其實是ok的 兩房來說的size 就不會覺得很局促 然後它又放了一些designer item的東西 因為它這個是corner unit 就會有窗 鏡頭後面那裡 就是一個sliding door 在那裡出到balcony 然後對著living room 就是會有一個master bedroom 你看到它的bedroom 其實都鋪了地板 一個通和living room一樣 它現在放了一個queen size bed 左右邊都有位置 前面也有三邊落床 所以它的space-wise就是一個八百多尺的兩房 它的位置也不錯 不是說很逼劫的 如果過來這邊 也是用了sliding door的設計 for closet 有兩邊的 兩邊都是 也是櫃包了 所以這個就會sliding door efficient 進來就會是一個single sink的bathroom 就會有一個medicine cabinet 裡面這裡就會用了shower的設計 是sharing bathroom的bath tub 這邊就是shower 所以這個主人房來說 我覺得它的尺寸是剛剛好 如果你想要多些space 可能要選一個大一點的兩房單位 我們現在可以去看看一房的單位 那裡一房的單位 它這個尺寸是546呎 它是一個房間 它是一個洗手間 但是它的好處就是 洗手間可以在外面入 以及在房間裡入 就像一個套房一樣 我們走進來這裡 其實都沒有浪費空間 一進來就是一個廚房 剛才說過一房的廚房 就是用24吋的appliances 所以所有東西都是小一點 雪櫃和stove都是小尺寸的 你看到它的櫃和剛才那些不同 這個是闊一點就短一點 剛才那些是窄一點多一點就長一點 它這個countertop 其實是用了engineer的stone countertop back splash就是porseline的back splash 然後也是一個星 跟剛才兩房的size很相似 它那個洗碗機都是Fulger Milano 每個單位都會有一個island包 所以如果你就算是一房 你都可以請客人四個人 坐在這個island位置吃東西 然後這一邊就會是Wash and Dryer 它就用了Bloomberg的condo size 一房就差不多夠用了 如果你一兩個人住 那這一邊也有位置 是可以讓你擺東西 它這些都是包了的 連這個都是包了 所以就方便很多 即是你真是moving ready 你就不用再加任何櫃去擺東西 完全是很方便的 然後轉過來這邊 它是比較正正方方的 很實用的 其實這個職 那你就見到那個living room 其實跟剛才的兩房 是窄一點 對 因為它的size的問題 但是它這邊又會有個很open的位置 看著那個外面 因為它在這裡是出的balcony 所以這個職其實也是挺舒服 進來這個房 它現在也是用了一個queen size bed 比起剛才的兩房的master bedroom 會窄了 即是三邊都會窄了 你會看到 但是起碼放到一個queen size bed 也有個景觀看出去 也算是開陽的 這邊就是回到剛才的洗手間 就是可以通到門口那邊 它也是用sliding door 省位 然後也是一個single sink 它就會用了bath tub 因為它也是一個洗手間 就有個bath tub 你就有個架 你自己放一個bind在那裡遮住水 然後因為這個是一個only bathroom 它也是會包住一個medicine cabinet 所以這個一房間 我覺得反而挺好的 因為它正方方 沒有浪費的空間 所以如果大家投資 或者你想一個人或兩個人住也很好 這個單位 看完兩個房間的show room 其實它有兩個不同的color 我可以再跟大家說一下它的color scheme color scheme 你會看到其實分了兩邊 一個skim 1 一個skim 2 最主要的分別 其實只是廚房的cabinet door 以及洗手間的vamity 那些cabinet那裡抹 這個是一房 剛才就是灰色的 那個啡啡的就是兩房 然後還有kitchen countertop 其實看上去都很像的 那我個人就喜歡這個灰色多一點 帥一點 那個就比較standard 和traditional 所以兩個大家都可以選擇的 那我現在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它的開價和它有什麼優惠 那帶大家看完Gardina的資料之後 現在可以讓大家知道它的開價 還有它現在做了什麼incentive 因為它現在差不多收入request form 如果是第一批買的買家 是有優惠的 優惠的其中一樣 就是樓花轉讓的費用是零元 意思如果你是投資的話 到時差不多成交可以做樓花轉讓 你完全不需要給什麼費用 那個發展商的 可能要收回500元 或者1000元的administration fee 但就不會是其他那些 幾、2%、1%那麼多 其實除了這個優惠之外 還有其他優惠 如果大家有興趣 立即聯絡我 我可以給大家更多資料 現在也可以分享一下它的開價 因為它是由studio到三房單位 它的價錢是Range from 1000元 到1200元一呎 越小的單位 它的呎價當然會比較高 譬如studio的話 其實它差不多是500呎單位 它的開價大約是48萬 如果一房的單位是484呎 它的開價是57萬 如果是studio就沒有車位 一房是8樓樓上就會包車位 亦都是如果你真的不需要車位 你的單位是包車位 你可以移動車位出來 它會給你一個credit 如果Junior Two Bedroom 是由637呎開始 它的開價是69萬 如果兩房單位是770呎起 它的開價是79萬 三房單位是1000呎起 它的開價是97萬 它的完結日是春天的2027年 所以如果大家不需要這麼快入住 2027年的時間是OK的 這個是挺好的項目 因為它是在North Road的西邊 它會安靜一點 不會坐著Sky Train的旅程會很吵 所以現在它已經收緊 request form 如果大家真的對這個樓花有興趣 立即聯絡我 希望大家喜歡我這次的影片 喜歡的按個like share出去給有需要的朋友 最重要是subscribe我的YouTube Channel 按下小鈴鐺 我將來的影片你就會收到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見 拜拜 我們下視頻 先走了 我們下一個